三国时期,关云长,刮骨疗毒,明阳天下,其实在开国将帅中,不打麻药做手术的人也不在少数,比如说刘伯承,贺炳炎,龙淑金等等,都是千里挑逸的硬汉。 今天要集合的这位中将名叫郭鹏,就是其中的一位,绝对是硬汉中的硬汉。 那是在1930年7月,时任红二方米军总指挥部作战科的科长郭鹏,奉贺老总之命,在四川阿爸执行任务,不幸中了土匪武装的埋伏,深重期待,危在旦夕。 郭鹏在红军时期就是著名的受伤王,已有十次次受伤的记录,但是呢,这次更加严重,身上七个血骷髅,一直在往外冒险,情况非常危急。 贺老总找到红四师卫生部部长贺彪和著名的医生潘炳山,让二人联合给郭鹏会诊。 射中郭鹏的七颗子弹,在体内已经开始氧化了,但当时麻药是其缺的物品,一时间找不到,把贺老总都急得直跳脚。 郭鹏也急了,躺在床上,对潘医生说,你不要管我疼不疼,我命硬,死不了,你就当我打过麻药了。 潘炳山一咬牙,拿起一柄手术刀,对准已经腐烂的肉,一刀下去,挽出一颗子弹。 子弹取出来了,但附在体内的残片不易处理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刮骨。 郭鹏咬紧牙关,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。 潘炳山的手都有点发抖了,但还是下刀。 一刀,一刀,骨头被刀刮的声音,让现场所有人都觉得浑身发紧。 郭鹏拳头紧握,双腿挺得笔直,身上的冷汗如下雨一般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手术终于做完了。 贺老总激动的一手握住潘炳山的手,一手握住郭鹏的手,颤抖的说, 硬汗,你真是硬汗,三国的关云长也不过如此。 从此,郭鹏在军中就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,硬汗。 直到很多年后,毛主席接见郭鹏的时候,还握着他的手腕, 你过去受过重伤,现在身体还好吗? 郭鹏最有名的战役当属55年前那场中印之战。 1962年10月,印度缤纷两路,同时向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发起进攻。 毛主席下令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时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的郭鹏奉命出征。 战前,郭鹏召集部下说, 我们一定要打出国威、军威,坚决彻底,全部干净地把侵略者赶出去。 中国解放军连美军都大趴下了,这点印军哪里是对手? 每几个回合,就将印军入侵的43个据点全部拔出,大获全胜。 此后,印度55年也再没敢跟中国叫嚣。 1977年7月16日,郭鹏病逝,享年71岁。 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,除了几枚勋章,几颗手术留下的子弹头,别无他物。